騎得飛快的騎士過彎下坡時突然失控打滑 連人帶車很摔在地 360度轉了兩圈後 騎士整個人滾進路旁小客車車底 機車居然瞬間竄出火光冒出陣陣黑煙 機車騎士爬起來後 一拐一拐的走了幾步穿起了鞋 只能狼狽的看著愛車被火車慢慢吞噬 這起事故在29號發生在新竹縣竹東鎮122縣道 附近居民都說這條路發生車禍 已經不是第一次 騎士的機車很擋在路邊 整輛車被燒得面目全非 騎士擦撞了小客車 車子的引擎蓋左側板筋也被烤得焦黑 路上還留有騎士滑行過的痕跡 畫面很驚悚 還好騎士沒有生命危險 另一起機車車禍在新北板橋 汗生東路279巷巷口 一輛白色休旅車在路中央 正準備左轉 這時另一輛車往前開後面的機車騎士 以思應視線死角直直撞上了左轉的休旅車 超大的撞擊力道 讓機車騎士直接摔在了引擎蓋上 機車猛力的撞擊 把休旅車車頭撞凹了一個洞 駕駛跟機車一起撞摔在地 騎士緊急送衣後 右手骨折 道路處處是危機 用路人行車時一定要特別當心 記者何茂謙帳號綜合報導 駕駛 左轉